陕西省缅县汉中钢铁公司5000多工人从14号开始进行罢工,要求涨工资 工人们15号还拉着横幅上街游行,当局出动了数百警力在路上拦截,驱散 有消息指称警察抓走了十多名工人,被抓的人目前情况不明 陕西缅县军山镇汉中钢铁厂工人因为抗议工资低,工事长 5000多工人从14号开始把工并堵住厂区大门,要求涨工资 但没得到厂方善意回应,15号,数千工人集体拉着 我们要维权,我们要吃饭,汉岗工人正当维权的横幅上街游行 那个是唐山那个下面的一个,现在是老汉钢,汉中钢铁 到最后不是变成肃油企业了吗,员工对那个老板不满意 所以工资估计是很满意 据维权网站茉莉花革命透露,15号工人的游行活动遭到数百名警察拦截 驱散,有十多个工人被抓,工人打算16号要前往政府要人 记者16号打电话到军山镇政府询问该事件进展 接电话的人员坦诚罢工一室,但拒绝透露更多相关讯息 这个政府正在解决啊 那他们今天还持续罢工就对了 这个我不好跟你说,电话里我不方便,我不好跟你说 陕西汉中钢铁集团官网介绍,该公司是在收购陕西汉家钢铁 汉中钢铁,汉中铁合金厂,汉中化工总厂和略阳县水泥厂等国有企业后 发展起来的民营钢铁联合企业 公司现有员工5500多人,转业技术人员1098名 汉中钢铁的工人在网上报员说 他们没有双休日,节假日及年休假 每月工资只有1500元 在物价高的情况下,一家人吃不饱,穿不暖 而领导们却是高收入,饱二奶 新长人记者雄斌,詹雅荣,采访报道